港区国安法草汉 昨天进入人大代表小组审议阶段 涉港国安立法得到所有爱国爱港者的高度支持 但对乱港分子来说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香港的问题还存在外部干涉的力量 对这类人来说 涉港国安立法也打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措手不及 他们一直低估了中国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 这两天外部力量对香港的干涉落去冒头了 只不过比我们预想的要弱显得中期不足 好事的记者第一时间问了特朗普 但特朗普回答基本是一种敷衍 这符合特朗普对香港的一贯态度 但是对搅乱香港感兴趣的美国政客有不少 国务卿蓬佩奥激进法华议员卢比奥都撂出了狠话 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24日的表态 被认为是美国官方在这件事上的正式态度 他说一旦港区国安法落实执行 美方将对中国实施制裁 如果美国真要制裁中国 能从哪些方面动手呢 一位美国问题研究学者认为 美国现在手中最大的牌 就是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地位 但这牌真打出来 对美国自身的伤害也会很大 路透社分析中指出 美国威胁采取的对华制裁手段 更有可能是象征性的 不会对中国产生关键性影响 而且中方显然已经做好准备 我外交部发言人25日 回应奥布莱恩的制裁非切式强调 如果美方执意损害中方利益 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予以坚决回击和反制 跟美国比英国的态度更微妙些 迄今为止 伦敦真正官方层面的表态 只有首相发言人24日的声明 以及此前一天英国外校与家澳外长发的一份联合声明 但这些声明中除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希望中国尊重香港法治等一些外交辞令 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 一位欧洲问题学者说 这种低调反映了他现在的现实处境 一来 抗议仍是目前英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二来 英国这时候挑动涉港议题也底气不足 脱欧现在是头等大势 脱欧后跟中国的关系也是他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干涉者 来自有时昌香港 无时弃香港的盘踞在中国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但岛内有时之事早就看穿了台湾当局这套把戏 昌香港在台湾就是一个口会不识的口号 这些物理干涉看上去声势很大 但不会产生什么实质结果 只要我们本着确保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 本着维护一国两制和香港居民基本权益 坚决制定港区国安法 主动权就一定掌握在我们手里